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一直有着一种说法 那就是女人仿佛是由水塑造而成 似乎水的含量越多 女人的身体状态就会愈发良好 曾经有专家进行过深入调查 结果显示 如今很大一部分女性都处于一种相对干燥的生活状态 而这种干燥只会让夫妻生活难以顺利进行 实际上女人特定部位的水分越多 身体往往就会越好 关于这一点 我们越早明白越好 现在让我们一同深入剖析两性关系 为两性情感助力 欢迎来到慕年两性栏目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妨点赞并订阅 据说点赞和订阅能够触发桃花韵呢 不管是对于女性自身来说 还是从男性的角度触发 女人的水传问题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这不仅是衡量女人身体健康的标准之一 更是在夫妻亲密生活中一个关键的生理表现 女人水多的时候 能够对身体起到一种保护作用 无必过于担心受到病菌的侵袭 对于女人出现干涩的情况 除了自身的健康原因之外 更多的是由于心情过度紧张所导致 此外服用药物也可能是一个因素 虽然很多人长期注重身体保养 但我们要明白是要三分毒的道理 就如同男人一样 如果长期服用补品 只会让肾功能逐渐下降 有不少人认为女人水少是一种正常现象 然而实际上 这种情况恰恰可以作为衡量女性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 女人皮肤的好坏以及健康程度 子宫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当子宫逐渐走向老化或者处于病态时 自然水分也会随之逐渐减少 在生活中 女人除了要注重皮肤的保养之外 更要高度重视自身健康的保养 时刻保持充足的水分 能够有效地改善内分泌功能 尤其要注意荤素的合理搭配 坚持进行适度的锻炼 还能让自己心爱的男人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接下来我们探讨一下女人下面水多的优缺点 优点方面 其一在性生活过程中 女性的爱业流得越多 就说明她越兴奋 男性看到女性的爱业 也会受到更大的刺激 爱业多是一种良好的表现 这意味着女性身体内的内分泌处于正常状态 在性生活过程中 只需注意卫生即可 避免一些疾病的发生 性生活后 可以用清水清洗一下 其二女人下面的分泌物越多 说明内部的润滑度就越好 这样能够减少夫妻生活过程中出现的疼痛感 所以女性爱业多是好的表现 代表身体处于健康状态 缺点方面 可能是皮须的表现 也有可能是性生活过于频繁导致炎症的问题 因此要节制性生活 避免过度频繁 可以考虑请中医大夫进行诊断 选用硅皮汤 丸带汤 液黄汤等中药方剂进行加减调制 此外女人私密部位分泌物的多少 以及润滑程度 受到年龄 体质情绪情绪 环境健康状况 以及性经验和与爱与之间的感情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其中特别是受体内磁激素水平的影响 与道德意识毫无关系 这种正常的性兴奋分泌也能够促进润滑 为性生活提供良好的条件 是性能力健康的表现 属于正常现象 我和她是在大学的最后一年认识的 那是一个充满了未知和希望的时刻 我们都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期待着未来 却也害怕着即将到来的分离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 但那段时光却仿佛被镶嵌在了我的记忆里 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地像昨晚刚刚发生 那天晚上 我们坐在她的小公寓里 窗外的夜色如墨 街道上的灯光在远处朦胧地闪烁 我们谈了很久 从未来的计划到对生活的期待 一切似乎都那么自然 而在那一刻 我突然感受到了一种无法用言语描述的亲密感 那种情感深处的连接 仿佛两颗心灵在轻轻碰触 水润而柔和 它总是温柔而体贴 这也是我一开始就被它吸引的原因之一 它懂得在对的时刻说出对的话 它知道如何在我感到焦虑或不安的时候 用一种无法抗拒的温柔抚平我内心的波澜 那种温柔不仅仅停留在语言上 更体现在它对我身体的每一个细微感受的尊重与珍惜 记得有一次我们经历了一场小小的争吵 那天我有些沮丧 也许是因为生活中的压力突然变得难以承受 我开始对它发泄不满 它没有争辩 只是静静地听着 等我发泄完后 它轻轻地握住我的手 温柔地将我拉进它的怀里 立刻所有的怒气和不安都融化在它的怀抱中 就像夏日的阳光融化了冰雪 随着我们之间的关系逐渐加深 我们开始探索彼此之间更为私密的领域 对于我来说聪明 这是一段全新的旅程 我从未如此深刻地体验过 自己身体的每一个细微变化 当我们在一起时聪明 那种感觉仿佛是水流缓缓涌动 温暖而湿润 带着一股难以言喻的舒适感和安全感 每当它轻轻地触碰我的肌肤 或是用低沉的声音在我耳边细语 我都能感受到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悸动 那种感觉是如此柔软 如此真实 就像春天的雨水滋润着大地 让一切都变得鲜活起来 它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句话 都像是大自然的和弦 坐享在我心底 让我沉醉其中 无法自拔 我逐渐明白 逐渐明白 那种水润的感受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体验 更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和愉悦 这种亲密关系中的感受 让我感到自己被彻底地接受和爱护 而这种感觉也让我变得更加自信和开放 我不再害怕表达自己 也不再畏惧在它面前展现真实的自我 因为我知道 它会毫无保留地接受我 无论是好是坏 每次我们亲密时和一说聪明时 那种水润的感觉就像是一种交流的语言 传递着我们之间最深的感情和最真挚的爱意 这种感觉是如此自然 如此真实 如此真实 它让我感到我们之间的每一次接触 都是一种心灵的共鸣 是两颗心在最深处的交融 我记得有一次 在我们度过了一个漫长而疲惫的工作日之后 我们一起躺在沙发上 彼此依偎着 立刻我们什么也没有说 只是静静地感受着彼此的存在 它的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背 那种温暖和湿润的感觉 让我感到无比放松和安心 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 仿佛我们之间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彼此交织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 无法替代的联系 这种水润的感受 不仅仅存在于我们亲密的时刻 还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 无论是他在厨房里为我做饭时的认真专注 还是他在我家搬到深夜时给我送来的一杯热茶 这些小小的举动都让我感到我们之间那种深深的连接 有一次他对我说 我喜欢你的方式 不仅仅因为你总是如此柔和和温暖 还因为你让我感受到了一种独特的连接感 那种感觉就像水一样 它可以滋润我的心灵 让我感到宁静和满足 他的这番话让我感动不已 我知道我们之间的感情已经超越了简单的身体接触 达到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共鸣 我们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更加稳固 每当我们遇到困难或挑战时 我们总是能够通过这种深厚的情感联系 找到共同面对的力量 我们一起度过了无数个难忘的时刻 而这些时刻中 那种水润的感受始终是我们关系中的核心 它见证了我们的成长和彼此的珍惜 回首过去 我明白了那种水润的感受并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愉悦 它是一种更为深层次的情感体验 是彼此信任 尊重和爱的结晶 它让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牢固 让我在这段关系中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也让我学会了如何去爱和被爱 那种感觉 温柔而坚定 像水一样滋润着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在这段旅程中 始终保持着最初的悸动和热情